文章来源界面新闻 在中国市场面临激烈竞争的大众汽车 一位核心高管出现变故 据媒体报道 大众汽车 中国品牌市场总监森皮尔 尤亨·森皮尔因在泰国度假期间 使用大麻而在返回北京后被拘留 并最终被驱逐出中国 报道称 森皮尔本月早些时候从泰国苏美岛返回北京 随后在一项常规的毒品检测中 被发现体内有大麻成分 大众汽车中国回应界面新闻表示 不予置评 公开资料显示 娱乐用大麻在泰国是合法的 而在中国任何形式的毒品使用都被严格禁止 包括外国人在国外消费并使用的情况 根据中国的法律 即使是外国消费也会受到惩罚 这导致了森皮尔的拘留和最终的驱逐 在中国森皮尔负责大众汽车的产品战略 产品设计 创新管理 产品营销和市场营销 其履历显示 自1995年起 他在汽车营销领域有着长达数十年的职业生涯 曾在2017年至2022年间担任大众汽车全球首席营销官 而在两部就职大众公司期间 他创造了Volkswagen Dars Auto这一耳熟能详的响亮口号 推动大众品牌Logo扁平化 并获得包括红点设计在内的多个奖项 加入大众以前 森皮尔也曾在现代汽车欧洲公司 担任高级副总裁和首席营销官 2014年11月至2017年8月 在此期间 他负责品牌战略 战略性产品规划 产品营销与生命周期管理等关键业务领域 另外 他的职业轨迹还包括在戴姆勒集团 天联广告和日产汽车的重要市场营销 和商业发展职位 大众汽车集团对森皮尔的能力和经验寄予厚望 特别是在中国这一全球最竞争激烈的汽车市场 近年来 大众在中国市场的地位被自主品牌超越或快速赶上 这一变化增加了大众在市场上的压力 森皮尔的加入 本被视为一个重要的战略调整 大众希望借由他在汽车营销方面的深厚经验 从而帮助公司巩固和扩展在中国市场的影响力 森皮尔的经历和专业知识 在全球汽车行业中受到高度评价 这次事件 或将对他的职业生涯造成重大打击 最后的掌握了这次